你们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这个时代 电信诈骗它越来越猖狂吗 你看我们基本上每天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 都能遇到那么一个半个的都是被电信诈骗而签的钱 很多人他也都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了 就是如果你一旦你这个钱是被电信诈骗去的 基本上你要想把这个钱追回来 可能性是极小极小 基本上是属于勿忘的 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代电信诈骗这么猖狂呢 首先你要明白我们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 我们那些个人信息已经被很多的这种互联网这种网站平台 它们都已经囊括了去了 你今天在这个APP上你注册一个账号 你的身份资料 然后你的这个人脸识别 甚至有的时候你的指纹都给读取了去 或者说呢你在这个一些短视频平台 或者说一些社交平台 你注册的各种账号基本上都已经把你的个人信息都已经读取了个遍 不仅仅是在一些借款的一些APP这个平台都有 就是需要做这些登记 很多这种APP的平台注册都需要这个东西的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 你想要是你自这个信息不被泄露啊 然后呢你想就是有什么隐私呀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的话 在做咨询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粉丝也比较迷惑 说一心姐 我当时我就给他留了几个联系人电话 而且这几个电话人家都已经不用了 为什么他还能给我报通信录 找到我其他联系人呢 你不要忘了我们生活的一个大数据时代 他有很多种取得和方法 能够找到你其他的一些紧急联系人或者相关联系人啊 所以我们生活的一个大数据时代是非常可怕的 那么这些诈骗平台啊 他们有各种的渠道 只要肯花钱 在很多种渠道都可以通过很多种APP 或者这种公司 他们内部有这种这种就是说账号数据的 他们都可以把这种数据买到手 专门针对定向的这种发放 比如说专门针对老年人的 专门针对学生的 专门针对这种中产的 各种各样渠道获取的一些这种资源 包括还有专门针对直销圈的 有些人被洗脑严重 他就比较容易相信人 这些有可能就已经成为一些诈骗集团 他们重点跟踪和去 就是设立的一个目标和对象了 本身这样的一个现象就很多 很常见 然后也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啊 为什么说我们有些时候 我们网上的一些APP不要轻易 不是说你确实非常需要它 必须要去填这个东西 尽量的不要去填呢 但当然我们生活的一个大数据时代 各种的信息采集 每天我们都有去 包括我们现在是这个疫情期间 各种这个就是说二维码呀 各种信息的这种填啊填报呀 太多太频繁太密集了 你想不被你的隐私泄露 你的个人信息泄露都不好办 这个东西是很难避免的 为啥因为我们在这个时代 所以说啊 他这个电信诈骗啊 他获取这种 个人信息数据的这种可能性 和这种便利性太强了 为什么我们去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出台了那个 个人信息保护法呢 就是在打击这样的一个 就是电信诈骗现象 泛滥的这样一个局面 但是能够有效的遏制住吗 不太好办啊 为啥电信诈骗这么猖狂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站在那个电信诈骗 他们诈骗团伙的那个立场去考虑 这个东西他太赚钱了 他们把这些 诈骗的这样一些目标和人群 他们当成猎物 就是用一个专业的词叫什么 叫养猪 不是有个诈骗集团 包括那个东南亚那些诈骗集团 他叫杀猪牌嘛 对不对 很多人通过一些社交平台 包括实际家园啊 什么真爱网 这样一些 找对象的一些形式 那么他们就 搞一个这个叫杀猪牌啊 专门针对你 设一个这种骗局啊 以勤勤的方式跟你来接触呀 等等等等啊 那么这个过程就叫养猪啊 那么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他们只要是说得数了 他们这个利润太高了 他们已经把这个当成了一种 正常的一种工作 所以说呢 比传统的行业赚钱都快 这些从事这个行业的人 他们已经吃到这个 因为去做的这个生意 他们认为是一种生意啊 然后这个叫什么甜兔了 他们很多人啊 我看一些这种相关的一些 这种评论员说啊 他们很多人都在迪拜啊 就是有一个什么团伙 有一个这种组织 让他们去这种行骗啊 甚至在东南亚啊 甚至说呢 他们在楼家都盖别墅啊 甚至说他们这个钱 都不存银行的 都是专门用这个亲戚的这个名义 买一套房子 然后把那现金 全部存到那套房子里下 这样现象很多 而且已经形成一个产业链了啊 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叫跑分啊 跑分是干嘛的啊 很多人在用自己的这个银行卡 给他们跑分 实际上距离变相的洗钱 为什么咱们这个世代出现了很多 我的银行卡正常使用 怎么还我的银行卡 突然给我停掉了呢 就是银行发现你这个钱啊 快进快出 他很有可能会怀疑你再洗钱 再跑分 所以他就给你冻结了呀 这么现象很多呀 而你们知道吧 帮人家跑分都赚钱吗 我也是通过一个视频 我了解了以后才知道 我说为什么这么的人 冒着刑事风险 被判刑坐楼的一个 这种可能性还去给人跑分啊 原来的时候可能几百块钱 就我用你的银行卡账号 然后我从你里边去组这个账哈 原来几百块钱 现在已经涨到了 一两千两三千了 就这样子呀 而且他给你拿提成 比如说我要组一千万吧 我这里边 我可以给你拿百分之十的提成 就是这样啊 他这个来钱太快了 就这种全部都是诈骗的 这种来的那种钱啊 他根本就不干净 而且即便是这个 帮人跑分的这个人 如果你后期被发现了 你坐牢了 你一旦出去以后 他还有每个月一万到两万的 一个什么叫经济补偿 要补偿你很长时间 所以仍然有很多人 因为现在目前来说 赚钱特别难的一个情况下 还有很多人冒着一个 刑事的一个风险 去做这种违法犯罪的一个事情 这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 叫电信诈骗啊 履禁不止 为啥呢 第一站在诈骗团伙的 这样一个立场来说 他赚钱 第二呢 也有很多人 因为相对来说 比别的行业赚钱要快 他们冒着风险 也在做这个事情 而且呢 因为这种电信诈骗 他取得这个特别的难 抓捕他们的难度也特别的大 所以说 导致很多人被骗了以后 这个钱是很难追回来的 这就是导致电信诈骗 非常猖狂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怎么样去遏制 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目前来说 靠外界的环境好像很难 只能提供我们自己的警觉意识了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实的成长感悟